工信部的科技斯福斯省卢锡昨天表示 工信部将通过四个方面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深化物联网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并且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包括集中力量构建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态融合创新的生态体系 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智能家居健康服务等等消费领域 推广一批集成运用解决方案 形成一批规模化特色化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 同时也要支持互联网芯片制造设备制造等领域的龙头企业 开展服务运营等等 工信部的这位领导一下子讲话 就把很多的行业都给说进去了 然后都要支持都要有一些加快构建 深化如何如何融合发展等等 其中有一个就是物联网 这个物联网刚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说你是不是说错了 不是互联网吗 怎么来一个物联网 那时候不理解 现在理解了 物联网就是物物联合 连在一起 物和物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块 这个行业怎么去看 我们听听他红书饼的观点 物联网的机会如何 物联网其实就是物物联合 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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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利用互联网的技术 把各个所有的物体都能够联合 联合起来 连到一个网络当中 通过这样一个信息的传输 感知等等 方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进入到完全的互联网化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所说的 智慧城市 智能家居等等 都是物联网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的一个环吧 那么目前来看的整个物联网概念 在前期也是有一段炒作 最新出来的这样一个窄带物联网 NBIOT的一个概念 之前的智能电表 智能水表等等 都是经过了一波炒作 那么从这个行业上来看的话 我认为发展的这个前景 还是非常广大 那么首先来看到 在国际化的整个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标准 前期在韩国是有制定 那么整个一个行业标准制定出来的话 那么对于未来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推动 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推动 是明确了 给了一个整个一个国际标准 那么另外从国内来看 我们从工信部的这一个表态上来看 支持物联网的这个力度也不小 那么从市场的这个需求上来看 其实我们近期已经非常多的看到一些 比如说智能音箱 智能化的这样一些产品 各个物联网环节当中的一个新的技术发明 也正在逐一的这样一个突破 已经开始融入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了 比如就是说拿简单举个例子 拿手机遥控一下 这个空调啊 这个家电设备啊等等啊 这样也是等于是物联网当中的一个环节 已经融入进来 已经慢慢的逐步成为了这样一个产业化 有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所以我认为发展前景一定是广大的 那么只是说从二级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 那么确实前一批的个股 炒的是啊炒的是比较多啊 都普遍的进入到了一个波段调整的一个当中 现在呢啊炒作过后有一个冷却的一个动作 那么到时候我觉得在这个炒作过后的调整过程当中 那不妨分低的去以关注前期的一些 极优的龙头的这样一些品种 而不要去追高 嗯